许多因为工作形势的关系,长得久做办公,又或者有些长期处于错误的姿势使用电脑或手机,久而久之就容易引起腰痛的症状。 出现腰痛时,一般民众都会担心是不是得了腰椎尖盘突出症。 据研究,超过50岁的绝大多数会出现腰椎尖盘蜕变,同时,超过50岁的也几乎都曾腰痛过,但这并不意味着腰痛就是腰椎尖盘突出引起的。 腰椎尖盘突出却并不是腰痛的主要原因。 事实上,腰痛患者符合腰椎尖盘突出症诊断标准的比例只有3%到8%. 有研究证实,60岁以上无症状的腰椎尖盘突出者达到36%,而曾经被诊断腰椎尖盘突出的患者,腰痛消失后如果再行CT检查会发现椎尖盘突出照样存在,所以,腰痛不等于腰椎尖盘突出。 那么,大多数的腰痛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该怎么治疗,或者有没有什么方法预防呢? 错误姿势是罪魁祸首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最容易导致腰痛的原因是弯腰台物,如工搬运重物,妇女端放洗衣盆等。 在这些情况中,如果不注意姿势,尤其是平日难得有机会进行重体力劳动的脑力劳动者,或缺乏锻炼的家庭妇女,很容易造成腰痛。 那弯腰台物如何造成腰痛呢? 通常我们拾取地面重物最常用的方法是直吸弯腰,因为这么做重心上下移动距离最小,体消耗能量也最小。 但要注意,这种姿势虽然做工较少,但是基本上都要靠腰背肌肉发力,腰背肌肉韧带负担是较大的,容易造成腰底部肌肉,韧带损伤。 久而久之,腰背部相对薄弱的肌肉和韧带就会造成损伤,出现疼痛。 所以说,腰痛的主要病理因素不在腰椎肩盘,而在腰背肌肉和韧带的损伤。 三个动作,赶走腰痛。 一,乔式运动采取仰卧位,双膝曲曲并拢置于床上,抬起臀部,头部和肩部置于床面整个形成拱桥状顾德宁乔式运动。 每天早,玩个做一次,每次做三组,每组十五个,在臀部抬离床面时维持五秒。 如果能做到,可让肩部也抬离床面,甚至抬起一条腿以增大难度。 整个动作过程中双手可置于身体两侧也可置于腹部。 二,飞燕运动采取腹卧位,以腰部作为支点双手可根据自身情况置于身体两侧,背部或头部,用力同时抬起自己的头部和双脚。 每天早,玩个做一次,每次做三组,每组十五个,抬起时维持五秒。 三平板支撑运动体腹卧位,双前臂支撑在身体前方,保持身体臂直,尽力保持最长支撑时间。 每天早,玩个做一次,每次做三组,每组间隔二到三分钟。 切记进行上述三个训练方法时不要憋气,维持正常的呼吸,可以轻生技术来保证呼吸的稳定。 所有动作开始前都先主动动紧臀部肌肉,然后再做训练动作。 小憋明明还年轻,却也已经出现了腰痛的毛病了。 看来也要找时间做做以上这三个训练方法才行呀。 分享给你身边也有腰痛困扰的朋友吧。 方诺 13» 请不吝点赞 订阅 zech ham 评论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des dri�一双智 playthrough 此函 二 Pink Haraj 拍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扮点赞 订阅 转发 觅 转发 转发 打 brands 短間络cias